我們繼續往下走 剛才聊到這個地方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一個東西 這個地方的話 你仔細看它這個地方 它在準備器材裡面 電子電瓶2桶100毫升 刻度吸管1毫升 有鈣磨砂口250毫升 低定管50毫升 但是我上次有提過說 它沒有強調用褐色低定管 然後它有說白色附作 那其實這次我買了幾個 低定管有幾個尺寸 最大的一般比較大100毫升 最常用的是50毫升 再來是25跟10毫升 好來那我用假設我用蝦皮給大家看 因為剛好最近幾乎都在上蝦皮買東西 低定管 好那低定管有很多種 低定管有很多種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隨便找一個來好了 好這裡有一個 反正我還沒有幫誰廣告 看到什麼講什麼 這東西是褐色低定管 那褐色低定管的特色就是說 它裡面的東西假設容易反應的時候 見光反應的時候 就需要用褐色低定管 好那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兩個 這個感覺是褐色的玻璃 那請問這個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 鐵芙蓉 鐵芙蓉 那那個鐵芙蓉的話在大陸叫做四幅 什麼什麼畫物的 那我們台灣習慣稱鐵芙蓉 所以這次其實我在準備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還故意買 兩種尺寸 除了50毫升之外 我會買了 25毫升跟10毫升 因為它考場給你什麼我不知道 而如果你們全部都練習過的時候 你會知道這些東西 好 再來 有個東西叫做簡訊低定管 什麼叫簡訊低定管呢 長這個樣子 好 各位 我知道你們有些大三人都上過那個 等一下 為什麼單槍可以插到這個樣子 我這邊完全控不到 螢幕上很清楚 這一段是一個橡皮管 各位知道說你們在用低定管的時候是不是用手去轉 用手去轉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是橡皮管 這邊有個玻璃珠 所以它在低定的時候不是用轉的 它不是用手繞過去轉 它是用手捏玻璃珠的旁邊的橡皮管 一捏它就跑出去 一捏就跑出去了 這東西 所以我也是看到畫面才回想起來說 我們大一我自己讀大一的時候 我們的低定就是用這種橡皮管 為什麼呢 因為助教說 如果是玻璃的時候會侵蝕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上面這段也是玻璃啊 橡皮管下面也是玻璃啊 為什麼都算好 我一直說 很奇怪好 那沒關係 這個我也有買 因為我們這次C1跟D1實驗 是要用裝標準的鹼溶液 去低定東西 因此 因此 我有買這個給大家玩 所以我希望大家什麼都練習過 實驗室本來就有鐵芙蓉跟玻璃酸的 那這次我有買褐色的 也有買鹼性的 這樣子大家都練習過之後 它好想給你什麼你就不會嚇到 好這樣這次能凝水的管子 我還買了三種管子 塑膠管 橡膠管 跟矽膠管 就是怕你們適應不了那個 所以 老人家準備這個是準備很多時間 來繼續玩家走 你看低定管他們要告訴我們要褐色的 但是我是在某某學校他們的實驗看到才突然想到說 用褐色的 但是你們在跑場那用什麼顏色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不要管他 好來OK我們繼續玩家走來這邊 好這時候 然後加入30毫升然後低定之後 低定到快黃色的時候 不用低定到黃色因為我們它不會變色 我們之前叫做 加 1毫升就好 低低然後再加入了10% SDS跟 0.5毫升的SDS SDS的話是12個碳 的 脂肪酸鹽 自然是脂肪酸鹽的時候它一端是帶震電 一端是 跟著一端是帶電的 所以它可以像洗碗精一樣 它可以像洗碗精一樣 SDS你可能不知道 以前我大三的時候第一次遇到SDS 駐價就提醒說 小心 你要戴口罩 因為你把吸進那個會把你的肺炮給侵蝕掉 因為它是像洗碗精一樣 OK所以SDS就是一種洗碗精 12個它的洗碗精 0.5毫升跟0.5% 4量它講4量 大概幾滴我們裝到那個瓶子裡面 0.5%的澱粉指示劑 繼續滴到藍色消失 什麼是藍色會消失 紀錄所需要的0.01N NA2S203 來我們回到這裡來 記不記得我們剛才講說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先 這個是過氧化物 過氧化物的時候 它跟點離子 的比例是2比1 2mol的點化角的點 跟1mol的這個 會形成 會形成點元素 點元素又會被硫帶硫酸納 還原成點離子 硫帶硫酸納進行氧化 進行氧化 所以呢 因為它這邊的點元素 點元素在 等一下 關比分頁 點元素的時候呢 它會跟點離子結合成 3點錯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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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點錯離子在 墊粉存在的時候呢 墊粉會繞圈圈 墊粉繞圈圈的時候呢 把它夾在裡面會呈現藍色的狀態 這個我還記得我自己讀大商的時候生化科本有這個圖 有類似的圖 就是說 它會有一個3點錯離子的圖 它會牽在 AMILOS裡面 AMILOS HELEX 大家都學會這個字對不對 直鏈澱粉裡面的螺旋裡面 產生藍色 但是如果說 它的點元素不見了 回來這裡 它的點元素為什麼會不見呢 因為它的點元素被硫帶硫酸鈉給反映掉了 全部都變成點離子的時候 無法成色 無法成色 因此呢 硫帶硫酸鈉滴進去的時候就是要算這個東西 來我們來看 也就是說它滴硫帶硫酸鈉的時候呢 它藍色消失為止 這邊補一個 等一下這邊應該補一個才對 點離子 會 還原成 點元素 點離子會還原成點元素 OK 好來 那那個 這時候點元素 這邊喔 我來寫 點元素 一個 點元素 与点离子形成三点 错离子 会与淀粉产生蓝色反应 OK 那这样子对不对 如果点元素被硫带硫酸 如果这样子的时候蓝色就会消灭 蓝色就会消失 OK 那既然蓝色消失的时候就可以计算它的量哪里不一样 它的量哪里不一样 这样子OK吗 OK好 那在这边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告诉你计算两化价 公式长这个样子 好第一个 第一个 刘带刘萨娜所消耗的豪森数 加上 对不起 乘上0.01 再乘上它的利价 利价我们说一般是百分之 百分之 百的时候是1 如果它的利价算出来是99% 原来99% 那你们看到 利价是1.01的有可能 因为根据推算有可能会超过那个 好来那它的利价我估算它可能利价给你0.98 假设这边 S 低了豪森数我假设它低了豪森数是 10.3 豪森 乘上 0.01 假设这是我自己假设的数据 乘上 利价0.98 OK呢 那除以它的 油的重量 油的重量我们开始量多少 量5公克 那假设 金镇 不是金镇 它出称到两位数的时候把它写成 5.02克 OK 那这样整个算完之后呢 就可以算出来它的 它的那个过氧化价 m是指千分之一 ecovalent kilogram 就可以算出它过氧化价 所以呢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由那个 有那个过氧那个模仁数据换算出来的 模仁数换算出来的 所以它又再一次把它整个都算过去了 好来OK 目前为止有任何问题 好这边我先假设0.8 假设这样子 然后由金镇这样子 就可以算出来 我把这个打出来 好这边 10.3 乘上0.01 乘上0.98 除以 5. 5.02 好假设我这个环境算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算出来是0.0201有这么多 那一般来我们取有效数字的话 这边有0.01对不对 有效数字取有两个 写0.02 我这样算出来的话 大约是0.02 好这边 好也就是过氧化教的是什么呢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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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 M EQ 除以 除以 KG 那不行 来 充满 来 充满 1到6是再算一次 就這樣子 然後將兩次平均算其相對偏差 假設我第一次算出來是0.02對不對 假設第二次算出來是0.19 兩個平均就是等於0.195 0.195的話 兩個相減這個算量相對偏差 大概百分之五左右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的那個 這邊 假設說第一次時間秤重5.03 第二次是4.98 好來 那這邊第一次低定重點 假設是10.3毫升 這邊假設是9.8毫升 OK 那個過氧化價的公式 剛才的一樣 它的體積乘上0.01 乘上力價除以它的重量 就可以算得出來 將數據算得過氧化價 由第一次算得過氧化價 我算出來是0.02 MEQ除以每公斤的油 第二次除以那個算出來 假設0.19 OK 所以平均值0.19加上0.02 跟著0.019 0.19算出來就是它平均值 好 算出來相對偏差 所以相對偏差的話 那個 相對偏差怎麼算 就是它的平均值 其中一個減掉它的平均值之後 算出它的百分比 好 假設說 平均是0.0195 好 那0.0195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0.02 假設 假設這樣子 好 那也就是說它之間差的0.05 差的平均值是這樣子的話 差的千分之五 不對 等一下 我算一下 也就是0.02 這個減掉0.0195等於0.005 好 那0.005的話 除以平均值 好 我算一下這個 0.001 好 算出來的話 百分之2.56 就是百分之2.56 就可以算出來它的相對偏差值是多少 虛列出算字 就剛才算的一樣 OK 那我們看到它重點在哪邊 它說 怎麼扣分呢 為檢視天坪之水平 天坪之水平的話 我們再說天坪上面會有一個小小氣泡 好 這邊會有一個氣泡 天坪都有一個水平氣泡 就是這個地方看的時候 OK 就要這個 再來歸零扣5分 為歸零扣5分 天坪為保持清潔扣3分 所以這個很嚴苛的 器具使用 未能正確使用刻度吸管 這邊的刻度吸管是多少 是1毫升 扣3分 會在抽氣櫃內 倒取混合液 扣4分 來 什麼東西在抽氣櫃 因為那個你們第六屆學姐有提醒說 有些東西故意把它放在桌上 你打開就那個 這個應該是醋酸跟液餅碗 跟那個液餅碗 這邊 對不起 等我一下 等一下 好 好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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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全开 因为这个地方我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在做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会做这一块对不对 因为它那个气泡要冲掉 要冲掉 如果没有冲掉的时候 这边扣4分 如果你觉得分数过 扣我们一件 这边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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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学生有提醒我还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弄完之后 然后它用戴着如果要看这个辣椅我还要做到这次学校的不打过我还没有听说 然后应该是过快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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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过快过快或是过快或是过快的颜某 扣3分 這個不會 因為我目前看到 我們有做實驗的學生 包括有在練習的 搖什麼都有看來都沒問題 左低右搖 這個沒問題 好 再來 低定說三角平 搖晃動作不順暢扣3分 什麼叫不順暢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們練習過 目前看到大家都沒問題 好 再來 好 這邊 添加示意之後 冠氧化成林 搖動時未蓋上玻璃蓋子 扣3分 加入飽和點化夾未搖動1分鐘 扣5分 天啊 未搖動1分鐘 加入飽和點化夾未搖動5分 好 來 這邊 也是這邊 你看又有隱藏版了 加入飽和點化夾的時候 用吸管加0.5毫升的飽和點化夾 這邊呢 要搖動1分鐘 要搖動1分鐘 所以你看又有隱藏版了 OK 來 往下走 好 這邊 然後加入電門只是記了時機是否適當 加入電門只是記了時機是否適當 那我們之前在做的時候 他說低到微微變色再加進去 但事實上我們發現加1毫升就加進去的時候 比較容易變色 所以這些事機 事實上 各個自己要去 評估一下你們的情況 好 判斷低丁終點的時候 它藍色會消失掉 藍色會消失掉 判斷不正確的時候扣5分 所以這東西你在實驗室 在自己學校先練習的時候 這個很重要 過氧化價的計算是否正確的概入公式 就是低丁的體積乘0.01乘上利價除上它的功課數 OK 好 兩次計算的相對偏渣值 相對偏渣值 OK 然後 20%以內給10分 21%以上給多少分 那我請教一下 你可不可以騙他 不行 我告訴你 今天我是老師的時候 今天我是老師的時候 我一定會把這個油脂 先自己早上或前一天先低定過 我就知道他油脂的過氧化價是多少 假設算出來的過氧化價預計是0.02 但是你們低出來卻是0.08 那就多很多了 知道他有問題了 再來 過氧化價平均值與主共單位提供的檢驗值相對誤差 相對誤差 第一個 兩次計算是你自己的誤差 第二次是他相對誤差 加分誤差 好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會有 就會有 有誤差了 因為他 今天我是視體老師 我一定會自己用 因為當老師的都比較熟悉 會先低過一次 會先低過一次 知道有這個數字在 好 再來 職業道德 工作態度是否細心嚴謹 操作是否合乎安全要求 衛生習慣工作台 儀器清理是否 整潔 這些東西都是這樣子 零零總總總共100分 好 所以 老實講我們自己當年修課都沒這麼嚴苛 也許 各位用這種比較 白紙黑字扣分的方式的話 會也不錯 也不錯 好 OK 那目前導讀完C4的地方有任何問題 C4的地方有任何問題 好 如果沒問題我們在下面講一個 因為剛好有同學問我另外一個實驗 往下走 抽氣過濾的實驗 抽氣過濾的實驗 應該是D3 看一下 好 D3的實驗 果汁減壓過濾 剛好剛才有一個 夥伴問我這個東西 操作 利用流水幾桶 緩衝瓶 抽氣瓶 跟布施漏斗 主持的 減壓過濾裝置 那事實上 事實上有一個 馬達式的減壓 抽氣過濾 我們隔壁 我們化學時間是有兩台 等適當時間 你們考完試之後 我再教大家做流水抽氣 因為流水抽氣的話 他水會循環 他不用一直浪費水 而且力量會比較大 把濾紙裁接成適當大小 像我們這次用的都是9公分的 放到故事落頭上 打開水龍頭 抽氣 OK 利用兩桶 秤取大約150毫升含果粒的果汁 含果粒的果汁 各位知道我為了準備這次實驗的時候 什麼做呢 我就用 罐頭果汁 一包300毫升 然後請同學幫我做果粒 上次有另外一個夥伴幫我把果粒抓出來 就是有那個樣子 先用少許果汁 潤濕它的濾質 再將剩餘的果汁 徐徐到布施漏斗裡面進行過濾 再來 過濾中療 鬆開緩衝坪 破壞真空 才關閉水龍頭停止抽氣 OK 這個順序是這樣子 我沒話講 事實上我覺得我會先關閉水龍頭 但沒關係 先破真空 再關閉水龍頭 停止抽氣 這是 按照它的順序 因為它是官方的 OK 都會有pH meter 我們直接用pH計來用 好這樣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好來 利用 利用流水極桶緩衝坪 抽氣極布施的 組合成減壓過濾 老實說它要你組合到什麼程度 我不是很清楚 那我會幫你組起來之後 我就不會再去弄了 那如果有興趣到時候再來看 往下看 果汁和果綠管用是指 水流幾桶 一支小小支的 一支小小支的 緩衝坪 緩衝坪 而且抽氣瓶500毫升 抽氣瓶500毫升 跟著 抽氣瓶 500毫升緩衝坪 我懂了 我搞錯了 那個 我懂意思了 緩衝坪不一定是要那個 這個 緩衝坪未必是三角抽氣瓶 然後那抽氣瓶需要500毫升 那我用一公升的 我用一公升的 富士漏頭剪刀 洗滴瓶500毫升 然後撥棒 然後燒杯兩桶 OK這個沒問題 矽膠管 適用於抽氣的矽膠管 夾子 夾矽膠管的 這個東西我不叫矽膠管 我叫橡膠管 阿元稱為 橡膠管 有點 黃橘色 黃橘色的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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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鑷子 白色磁盤 低管 這邊沒問題 好來我們看這邊 減價過濾裝置 上次跟大家講 它的抽氣瓶的話 事實上我們實驗室有那個抽氣瓶 是原底瓶 對不起我上次誤會 我一直以為是抽氣瓶跟那個有差異 所以我再跟大家修正 好 第二個 緩衝瓶 A是流水機桶長這個樣子 一個流水機桶 空氣被湊出去水往下丟 緩衝瓶就是中間這一塊 緩衝瓶不一定是三角抽氣瓶 這個我跟大家說抱歉我上次現在才讀懂他東西 抽氣瓶就是加布氏漏斗的這個 上面這是布氏漏斗 上面這是布氏漏斗 好來我們看一下扣分標準 好再來 減壓裝置組合是否正確 組裝的位置 第一個流水機桶 緩衝瓶 抽氣瓶跟布氏漏斗他有四個 好 綠紙裁接是否正確 大小是否正確 過濾之前是否用少量的果汁潤濕 OK好再來 抽氣過濾 樣品是否少量倒入 慢慢倒 操作停止是否先破真空 如果破真空的位置的話 錯誤的話死向0分 破掉10分 PH操作我們用廣用試紙 這邊是廣用試紙 OK好來那個綠玉是否曾經未含果粒 如果 是否 有含果粒代表你過濾失敗 這項以零分計算 好減壓過濾的匯圖 所以這邊要畫圖 這邊要畫圖 是否正確 是否正確 好再來 PH測定是否正確 就按照廣用試紙上面測多少就是多少 好來 那個 工作態度是否嚴謹細心 操作是否合乎安全要求 好然後呢 衛生習慣工作台 然後那個 儀器清理是否 是否 整潔 3分 OK 貝注 水流極桶 不會破真空 或者裝置錯誤 或者濾紙未覆蓋 整個布式漏斗的時候 此地判定為不及格 低於60分 所以60分及格 這邊還OK 這邊還OK 好所以我們快速看過去 也就是說我個人預測了 他會給你 一個流水機桶 管子自己接 管子自己接 那到 他會要你操作嗎 會 因為他就是要給你150毫升的果汁含果粒 要把他過濾完 要把他過濾完 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會有一個夾子 我們用那個瓶子來看 他要破真空 好然後 破真空之前 會有那個 布式漏斗在這邊抽濾 所以那個 這個 這樣子的話我回去要稍微修正一下 因為跟我想像的有差 有差 來這邊 緩衝屏未必是三角抽氣屏 可以用實驗室的 可以使用 現成 的瓶子 好所以 等一下回去我會把這個稍微修正一下 然後三角緩衝屏500毫升的時候 然後呢 抽氣屏 我是用一公升啦 那我絕技能把它改成一樣 好來 抽氣屏500毫升 街上布式漏斗 布式漏斗 布式漏斗 OK 這一家布式漏斗 他主要有幾個裝置 來第一個 水流機桶 緩衝屏 抽氣桶 OK然後布式漏斗 然後剪刀洗滴屏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在做的過程當中 有興趣的話慢慢慢慢我會把大家拍照起來 所以 我覺得好難過 就是 我覺得好難過就是 原來他做的這些過程當中有些細節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一定都用抽氣屏然後自己設計一個東西 然後我前兩 我上個禮拜在我們化學實驗室找到緩衝屏 他就像一般我們弄脆瓜罐頭的那種 上面有三根管子 原來那個東西就是緩衝屏 但是我都一直用抽氣屏 旁邊有個玻璃的那個當作抽氣屏來做那個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零零種種把這些東西解釋完了 所以 老實講我過去學的東西反而帶秉級實驗對我是個包袱 因為我都用過去的印象來做 包括我們第一次做那個 我們第一次做 瑣事萃取法的時候我就想要怎麼做怎麼做 後來才發現他寫的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們在學校學是很正規的 然後秉級實驗其實是有點馬虎的 OK來有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先來點名囉 然後第三節跟我們一樣移到樓上去 我們先來暫停先點名